国内有豆沙家族 韩国有豆沙灰 现在猫界都是这么全面的吗 灰宝这火爆脾气看来是改不了 今天是瑞宝和灰宝首次接种疫苗的日子 第一个接种疫苗的是灰宝 将爷爷对着灰宝一顿安慰输出 面对这么多陌生的小绿人 灰宝明显感觉到威胁 虽然一边接种着疫苗 但是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兽医小哥哥 杀气疼疼 心里指不定跌了啥大招 兽医小哥哥拔完针头 伴随而来的疼痛感 灰宝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小火苗 猪打有仇当场报 隔夜睡不着 表示 老姜你别拉我 今天谁来也不好使 人生也请别让我回大王 准备豁出去学医死战 将爷爷连忙薅住灰宝的皮大衣 头套都被扯松了 几个回合将爷爷败下阵来 灰宝坐到了门口 殊不知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一招守株带兔算是完明白了 兽医小哥哥大腿刚迈入 灰宝也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上去就是一口 被将爷爷拉住了 还不忘补上一熊掌 战斗力爆表 兽医小哥哥今天是踢到钢板了 看来平时看到灰宝呆萌可爱 人畜无害的样子 原来都是假的 瑞宝接种一秒明显顺利多了 自始至终处于蒙圈的状态 再反观灰宝一直蹲守在门口 依附你们再赶进来 就把你们都杀了的架势 灰宝这算是把爱宝撕穿小辣椒的脾气 一团的明明白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